家人们谁懂啊 100块钱在东北点了一桌 猜猜猜这盘菜多少钱 哈喽大家 我是小瑶 我今天特别想去东北餐餐 然后我在附近看到一家大盘子家常菜 没吃过哈 去看看 看看他们家的菜单啊 碰见两个饭油 等一块吃饭 家人们这是第三天 等一尝一尝 你们两个咱是吃饭的 准备好 猜猜猜这盘菜多少钱 这十块 五块钱 五块你看 六豆腐五块钱 真的是不小的一盘 软杂鲜膜 十二块钱 跟你们比一下哈 这凉菜夏天吃 旧的小酒可舒服了 家人们谁懂啊 100块钱 在东北点了一桌 哦 还有一个菜没上呢 一块钱一费的 鱿鱼炒饭 不是一块钱的 怎么可能一块钱呢 现在怎么一块钱 都买了蛋炒饭 我终于吃到锅包肉了 嗯 哇 这个锅包肉真好甜 十二块钱一盘 吃的软杂鲜膜 它这个面皮外面是调过味的 五块钱的豆腐菜妈 真是正经为一个男朋友的肉段 嗯 很浓的那个蒜香味 是好吃的 不错 18块钱的肉段茄子 好吃 二十块钱的牛肉段 二十块钱的牛肉段 我天这闻着老香了这 这个牛肉段特别好吃 脆脆的 这是第三鲜 我从来没有见谁家第三鲜 长这样 哇 哇 好香啊 但是很好吃 炒饭也好吃 它们那里面的茄子 味道炸得脆脆的 里面的里鸡肉薄薄的 就是像五花肉的那种肉 才卖14块钱 尝尝这个豆腐 老豆腐做的都是很软 味道挺好的 一股很浓的那个青椒味 青椒调的味 东北人的小鸣嘴 软杂鲜膜 12块钱可以吃一下午 吃一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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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叫完米饭 但感觉吃不完 叫个小饭的米饭 这个第三鲜虽然不中看 但是很香很香 感觉下饭一绝 感觉这个也好吃 我觉得这每一个来两口 这不是就盛那个 它盛合饭了吗 这个也好吃 来点 好想让蛮方吃蛮 蛮方那边比较清淡 吃什么 面条吗 我们中原地区是吃面条 馒头 吃饭饭 你现在是大饭饭 那你知道什么叫六馍吗 一馍 不知道什么叫六馍 六馍是属于馒头菜 也是吗 它也不算烫 是吗 这六馍就是把馒头 把做好的馒头加热一遍 它还很好吃 你吃吗 哦 还真没吃过呢 我妈呀真太香了 这停电了吗 不耽误咱们吃饭 咱们菜已经做好了 大糟了 推荐它们家肉炖 很好吃 锅包肉挺老式的 然后第三些 酱就不好看 但也很好吃 12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 我们三个都吃饱了 然后还剩这么多菜 打包了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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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